北京时间10月28日23点15分,一场焦点大战西班牙得比上演,巴萨坐镇诺坎普迎来了黄马的挑战,结果号称卖掉C罗尔打团队足球的黄马被巴塞罗纳舞球狂虐,一堆所谓的世界最佳被没有没息的巴萨打得体无完肤。 看完数据更是笑掉大牙,巴萨比黄马射门还少,怎么会无比大胜黄马呢?先看看封线,号称当初的C罗只会吃饼,而耽误了本手马和贝尔,结果如何呢? 黄马的进攻端共有莫德里奇格克罗斯,卡赛米罗等人坐镇中场,不是没有传球,可是看看这两大主力射手的表现,现在没人抢了你倒是吃饼啊。 再看看巴萨·苏亚雷斯的表现,这难道不是玩爆是什么,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事实证明,现在黄马没有真正的射手了。 划大价钱买人吧,风险不给力,后防倒是守住了啊。 看看世界最佳后代拉莫斯和世界杯最佳门架库尔图瓦这两人的表现吧,黄马比分追到1比2后本来有了点气势,但被苏亚雷斯打入的这一球,库尔图瓦负有不可推陷的责任,他这么在位靠前,被苏亚雷斯顶了一个圆角,可以说凭借他的身高,如果不是站位出现偏差,应该能守住这个关键入球。 1比3落后的黄马没了脾气,当初老伯爷认为其身高马大,一定要买进代替曼瓦斯,结果怎样?本场彻底被打垮了,而第四个进球,就更是拉莫斯和他这些世界最佳拙劣的表演。 第八,三分钟,世界最佳后卫拉莫斯胸部停球后卫桥段,造成致命失误,苏亚雷斯的球后代球突进,这时苏亚的角度已经不太好。 曾库尔图瓦贸然出击,扔下个空门,结果被苏亚雷斯轻松挑射入网,可以说一比四的比分已经彻底让黄马翻盘无望。 而第八十七分钟,比达尔最后的这个投球轰门,可以说拉莫斯的后防线更是完全路人,插上的比达尔根本无人看防,而托尔图瓦更是对传中球判断失误。 这回死死守在了门前,结果被比达尔轻松顶入最后一球,这样的后防还谈什么世界最佳,笑掉大牙,梅勒斯罗,这些世界最佳全都打露线了吧,这梅西还没啥呢。 感谢观看